本台消息 應俄羅斯的要求 聯合國阿里會週五召開了議題 關於烏克蘭的公開會議 理由是美國在這個歐洲國家 進行軍事生物活動的指控 會議比原定的時間推遲了一個小時 會議開始後 為何相互指責 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瓦西里 涅編甲表示 在烏克蘭進行特別軍事行動的 俄羅斯武裝部隊 發現烏克蘭有一個由美國資助的 軍事生物研究實驗室 俄羅斯感到有義務 讓阿里會知道這件事 美国在烏克蘭開展的生物軍事活動 他表示 俄方稍後將公布詳細文件 不排除啟動生物武器公約 相關條款展開調查 我們今天召開會議是因為 在俄羅斯在烏克蘭 進行特別軍事行動之際 我們發現了真正令人震驚的事實 即基辅政權緊急清理了 基辅正在實施的 軍事生物計畫的痕跡 得到美國國防部的支持 他說 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林達 托馬斯 格林菲爾德 否認俄羅斯的指控 稱俄羅斯要求舉行會議 是為了傳播虛假信息